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升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种疗疗剂 今次就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 灵丹妙药的同类疗法 Petrocell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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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Parsley 我们叫做西兰芹 或者叫做香草 西兰芹 Parsley我相信 大家都在厨房里面 都有机会应用得到的了 其实这个疗剂 就是我们厨房的一种食物 在临床上 Petrocellinum 这个荷兰芹 荷兰芹 用在什么地方多呢 是用在急性的膀胱炎 或者是那个尿管炎 急性的膀胱炎 或者那个尿管炎 那么通常这个主要的症状 就是我们的尿道那里 有一种灼烈 一种刺痛 那个尿频 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梅毒都有这种 那个临病 所谓临病 Gondaria 都有这种这样的症状 或者很可能就因为我们 要用那个手术上的放尿管 Catheta 用了之后 导致那个尿道就是受了创伤 出现这种这样的灼烈 刺痛这样的尿频这个症状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一种 我们叫做 Interstitial Cystitis 是一种很特别的 是一种比较好环固的 那个膀胱炎来的 叫做 Interstitial Cystitis 这种膀胱炎是比较好环固的 通常很多人就用很多次抗生素 就不断地搞 其实都搞不定的 好了 那记住下 这个荷兰钦 荷兰钦 或者香草 主要是用在这一类 那个尿道的症状 尿道出现那个尿频 尿灼热 和一种刺痛的 很多时候的小朋友 小孩子都会出现 那个膀胱受到感染 那我们都可以 可以用得到的 之前我们和大家都分享过 另外一个尿剂叫Sarsaparella 我们叫做野金草Sarsaparella 这个都是可以用在这一方面的 Petrosalenum 那个荷兰钦 是比较一种小的尿剂 当你知道有时 有些小朋友出现 那个膀胱发炎的时候 小孩子就会 一想到小便 就会尖叫 哭 哭 痛 因为他知道 一瓦身的时候 他就会很痛很痛的 所以他们就会 在小便之前 他就会大哭大叫 那这个往往 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 那个膀胱炎 那个症状 那当然 在这种的尿频很严重的 他经常想瓦瓦瓦瓦 经常想瓦瓦瓦瓦 因为是那个临病引发出来的 那好了 那譬如有时候 你去到某个家 或某个地方 那发现 你 有人是出现这种 这样的尿频 尿道炎 那你手上没有尿剂 那如果你厨房 或者冰箱里面 找到 parsley 这种香草 那就可以即时 将它 就冲剂 用水 将它抛茶之后 就将它 用一种 不断的稀释 和冲能的方法 将它成为一个 即时可以用得着的 同类尿法的灵丹妙药 袁医生 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尿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 就是你的 灵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尿法 尿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 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茶参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我来说 我来说 金 出品 出品